据媒体报道,韩国Big Ben前成员胜利因涉嫌与生意拍档刘仁希为日本投资客户安排性接待及挪用公款,而被警方向法院申请拘留令。 15日晚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公开胜利与刘仁希的拘留令申请内容,指胜利曾于2015年12月,指示刘仁希招待来自台湾的男性。 刘仁希于是联络两名女性,并向她们汇款360万韩元,几天后亦为日本投资者安排性交易。 当时胜利用了前事务所YG的信用卡支付3700万韩元,约24.8万元人民币的酒店费用,而警方已确认胜利与刘仁希曾12度为投资者安排性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